看山东大吉上的鲨鱼摊 老板 你好 别摸了 你好 少哥 给来条鲤鱼吧 鲤鱼是吧 就这条 28块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总共一定要左右对齐 9981刀 多一刀少一刀都不行 这鱼切完跟丐帮的似的 八代长老 一边四个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这是干什么 给它下调料 加上一点盐 再来上一点点味精 然后再来上点尿酒 来点尿酒 就这样 就是已经失传多年了 要鱼里边一定要吃满面浆 鱼嘴里边也要吃满 怎么感觉你这闹着玩 霍泥巴呢这是 意义已经失传多年 鸡毛狮子鱼 这就马上成型 马上下锅 这个时候是这样 快速一个翻身 让再让这边下来 老板是有技术的 在这 待会让它炸成一个 跳龙门的形状 被网住了吗 这不适应 对好 好 现在做这个糖醋汁 加上蒜泥 蒜泥 这个是关键 好嘞 蒜泥一爆 加上白糖 来来来来 来个白糖 白糖 小范一屁我给它撅走 白糖就得这么多 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白糖 对这个时候然后加上香醋 香醋也是一勺子 这个糖醋味的 上面然后来上一点点盐 有句话叫什么 要想甜来点咸 来上一点盐吧 好 这个时候简单的来上一点味精 一点点几精 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多 绝对不能多 好 颜色从哪儿来呢 这时候来上一滴两滴三滴的老抽 多一滴少一滴都不行 好 一滴 两滴 两滴 这个菜基本上就三滴 三滴 就这样 完了 你看这小颜色立马就起来了 哎 漂亮 最后是不是还得加点胡萝卜丝 不加 好 加上水淀粉 咕咕馅 多么的完美 好 这个时候只要拉这么三下 多一下少一下都不行 这个时候来上一点点热油 还放油啊 关键时候了 好嘞 油一放 好 出锅 好 锅包肉 哎呀 我们的糖醋鲤鱼 就是这样一道菜 成就了无数这个卤菜大师 啊 就是这样一道 就这样一道菜 我只卖你28 28 嗯 哎 老板好人啊 哎 这边观众都站墙上看 关田可口 正好 啊 就是撒调料那个手法吧 没有个二三十年 这个学不会 有点那个大饭店的感觉啊 嗯 挺好吃的啊 哎呀 尝一尝吧 尝一个 你给挑块大肉 给挑块肉 挑块肉 哎呀 不行 必须来一块最大的肉 哎呀 这不行 来 必须 好吃 有刺吧 你看 没刺应该 对 没刺就直接吃 知道吗 这一发不一样 对 没有